各位卖子学位的网友大家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学一个JavaScript插件 叫折叠claps 那什么是claps呢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点JavaScript插件找到claps 那claps里边我们这有一个类子 比如说我打开 我点这个按钮 它会弹出一个面板 我再点它这个面板又没有了 再点隐藏显示 隐藏显示 这是我们折叠 当然还有这种效果 注意看 打它 它 它都可以展开 这个我们在做一些后台菜单的时候 功能菜单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 所以这个用的频率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掌握 好 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折叠基本的用法 基本的用法 这个声明式用法涉及到一个dataTogo 等于claps 然后dataTagget 要指定什么呢 你隐藏或者显示的那个容器 这地方指定容器就行 好 那么现在新建一个web项目 好 点右键 新建一个web项目 叫ch27 我把26的内容 复制一下 就是bootstrap用到这个css 所以我们再复制过来 好 打开弹幕01 container我把这些删掉 在这里边呢 我们给个按钮 button tap tap button class btn btn default 这是个按钮 折叠 好 当我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对应要显示隐藏一个div 给个id 叫shows 显示的内容 放到这来 你用心看一下效果 那没有保存 好 保存一下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个按钮 就是一个什么呢 div 没有任何动作 那么现在给它加什么呢 样式 首先我们看 我们给按钮 点按钮要有效果 我们要加这个属性 所以我们给这个按钮 加一个 class 自定义属性 data togo collapse 加点 那给这个div 加一个class 如果给个 collapse 主要给上这个属性 那这个div 这个容器 会默认隐藏掉 好 你先看一下 默认隐藏掉了 点折叠 没有显示 原因是这个没有 给它指定的id 这个地方 再给一个 data target 警号 我们它 这一句就是 当你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你要显示和隐藏 哪个div呢 用data target来指定 所以 这两个很重要 那data togo collapse 意思是 给它处发这个 jask的这个插件 那data target 表示我们要隐藏和显示的这个div是谁 好 点它 刷新一下 好 没有起作用 可能是我属性啊 这下方 这下东西都写错了 id 叫shows data target 看一下我的这个思维导图 class collapse demo target togo collapse se data togo 好 再运行一次 看一下效果 好 显示内容 再点隐藏 但是和人家官方的这个还是有点区别 它这有一个灰色的区域 那么把这个界面呢稍微改改变一下 control x 那么这再给个div class well 给个 给个挖地 我们以前讲过 好 运行一下 再点折叠 就弹出这样框 折起来 这样就完成了基础的折叠 那基础折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当我们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你要对谁进行写色隐藏 所以这地方指定一个 data target 指定一个目标 那这个shows就是这个什么呢 容器的这个id 然后处发这个折叠的这个事件 我们用自定义声明式处发 就是这个data toggle等于collapse 好 如果你想让这个内容默认已写示的话 我们在这个容器上加一个印 就是collapse印 这个容器就默认写示 如果直接是collapse 默认就隐藏掉了 好 运行看下效果 那默认它是写示出来的 那么再点折叠 折叠了 好 这是我们collapse的这个最基本的用法 再看java script的用法 那么再看一下java script的用法 那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做什么例子呢 我们看这边 这地方呢 有这样的效果 注意看 给它 相当于这是一个panel一样的效果 我们用panel来实现的一个折叠的效果 菜单组合的一个效果 那么再做个例子 好 把demo01呢复制一下 Ctrl-C Ctrl-C Ctrl-V 这个我们叫demo02 好 把demo02打开 打开把这里边内容给它删掉 好 注意看我们怎么来实现 首先我们给个div 作为整个这个声索区域的这个容器 就作为整个的这个容器 这地方呢 我们给一个classpanelgroup 是一个panel的一个组 那再div classpanel paneldefault 默认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panel 那panel里边呢 我们知道panel里边又有封为 panel的panel头 panel的body 和panel的photo 那么这个地方再给个div class panelhanding 这是panel的头 那panel头里边呢 给个h4 比如说这是 栏目管理 那panel这是可以点击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套列件 href 警号 栏目管理 那h4呢 就作为我们panel的这个title 所以class我们叫panel title 好 这是我们panel 那panel呢 还有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panel的body div class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叫panel claps 主要有这样的样式 panel claps 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个div claps 这里边我们写我们的内容 这里边我们写我们的内容 比如说ahref 增加文件 增加文章吧 增加栏目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urr li 列表来做 好些运行 看一下效果 这是一个panel 我们点它 要把它隐藏起来 并且把它点它 再把它折叠起来 所以呢 我们要点的是这个a标签 所以我给a标签里边加一个实践 我把这个分开 注意这个是panel的一个组 这呢我们是 一个 功能吧 那这个是panel的头 这是panel的body 那这地方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复杂一点的话 这个urr li contrl x 放到这儿 用urr li来做这个东西 好 这是一个项目 两个项目的话 contrl v 三个项目 文字我就不改了 好 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 当我们单击这个 栏目管理 我要把它隐藏起来 那怎么隐藏呢 单击它 我们给一个 data togo collapse 这地方还要指定一个目标 就是 data target 等于 channel demo 这呢一定要用警号开始 这地方相当于用jql的这个id选择器来选你要隐藏哪个项目 那隐藏的项目呢 我们在这儿给它加上id等于他 好 好我们现在运行试一下 第二栏目管理 隐藏掉 栏目管理 隐藏掉 好 那我们有多组的时候 注意我这儿只是做了一组 这一个功能 两个功能 三个功能 好 这呢 我稍微把这个标题的名字换一下 这个叫 第一个叫我们叫管理栏目1 第二个叫管理栏目2 第三个叫管理栏目3 把这个target和这个也变一下 这个变成3 那这个target就是3 这个是2 这个id变成2 第一个呢变成1 1 好 现在用情看一下效果 正好我们有几组呢 说data data 这样有三组 但比如默认 我想让他们都隐藏掉 那怎么办呢 还记得我们讲过一个 叫如果这个给上一个 collapse的时候 默认它就会隐藏掉 在运行看一下 第一个隐藏掉了 那第二个隐藏掉的话 我们在 这个内容这个面板上加一个 collapse panel collapse 就把它隐藏掉了 第三个呢 我们也可以再加一个 control c control s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三个都隐藏掉了 那谁想显示出来的时候 比如说第二个我想显示出来 就加个什么呢 印 好运行 这第三个 第三个就显示出来了 我刚操作第三个 第三个就显示出来 好 这是我们这个效果 好 然后我们看出一个细节 细节最外层是一个panel group 然后这儿是一个panel 一个panel的话就有我们panel handing和panel body 但这个body呢 默认你想隐藏的话 加一个collapse 如果要以写实的话 加collapse印 那这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加一个panel collapse 那还有一种效果 注意 我们看还有一种效果 我单击它 我还有一种效果就是 比如说我单击 还有一种效果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单击栏目1的时候 我先把栏目2和栏目3隐藏掉 再显示栏目1 主要两种状态 我把这个文件复制一下 好 我现在把栏目02做个复制 这地方我复制成单击03 看一下这个效果 单击03 看单击03我做什么事情 首先给最外层的这个容器 panel group 我们加一个id 等于panel container 加个panel container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栏目1 这个按钮上 再加一个data parent 等于我们的这个panel container 好运行 再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注意 当我点击栏目1的时候 主要和刚才这个区别 点栏目1的时候 这个呢 点栏目1只是展开栏目1 栏目2和3没有变 那下面这个呢 注意看 我点栏目1 我点栏目1是先把2和3隐藏掉 再展开什么呢 栏目1 那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只是在这个栏目1上加了一个 data parent 等于panel container 在我们这个panel group上加了一个 id 叫什么呢 panel container 那如果加上data parent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单击栏目1 首先把这个div 把这个容器中的所有 所有的这个claps都给它隐藏掉 然后才展开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栏目1对应的这个什么呢 claps 才把它对应什么呢 展开 所以大家仔细对比demo1和demo2 所发生的事情 好 这个是我给大家讲的 什么叫data这个parent 它的用法 那我们看一下javascript的用途啊 javascript 我们还是找到我们这个手册 找到这个 用法里边 那如果用javascript出发的话 我们直接是 放到那个window unload里边 放到那个document unload里边 加一个claps 就claps就是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的data togo等于claps 所以这个呢 我不介意大家使用这个javascript来调用 最好用什么呢 属性去调用 所以它有两个属性啊 如果用javascript的话 claps里边可以用给一个json格式的数据 可以给一个parent和什么呢 togo 那parent呢 刚我给大家讲 刚我给大家讲了一个dataparent 那用javascript 那用javascript 调用的话 我们用json传的是什么呢 parent 它可以给一个什么呢 外层的这个容器 就是把容器里边所有的内容先隐藏掉 然后再显示对应的什么呢 内容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还有 所以这个用法呢 我不讲了 大家自己看 因为这个 没必要用javascript 要用 大家都用属性声明就可以了 那再看事件吧 那事件呢 和我们前面学过是一样的 那这两个事件 就是当这个隐藏 当这个显示的时候 当claps显示 刚显示 完整显示的时候 所处发的两个事件 那这两个呢 是刚隐藏和完整隐藏的时候 处发的两个事件 那怎么调用这个事件呢 还是文档上都给出这个代码 好 这给出事件 怎么调用呢 用这段代码来调用 那我呢 再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把 三复制一下 copy一下 这地方我们叫demo04 叫demo04 好双击 这个呢 我们叫demo04 好 先运行一下效果 那比如说 我要做这样的事情 demo2吧 当这个栏目2 这儿显示的时候 我这儿写一句话 就说蓝牧2已经显示 那么在这儿加一个 div吧 id ta show 栏目2 信息 主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当我们展开栏目2的时候 我这儿写是 蓝牧2已经被展开 那么怎么来做呢 我们需要用事件来出发 那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 doller doller funk 这是jquery 如果大家不懂jquery的话 这就 代码就不容易看懂 好 那事件怎么注册呢 我们看官方这个手册 把它复制一下 好 ctrl v my clins 那我们给 蓝牧2取个名字 蓝牧2呢 取它一个名字 id等于 channel2 好 ctrl c 那么就是当单击channel2 写 这是隐藏 那么写实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换一下 刚才这个刚显示就改变它的值 那这个目标改变的这个节点呢 叫tarshow 所以我在这就用 doller tarshow 点inner html 就等于我们的 栏目2 展开了 好 运行一下 看这个世界能不能被处罚 好 那么点一个栏目2 栏目2没有被处罚 嗯 栏目2没有被处罚 好 这个 对 我这个channel2可能给 给错地方了 我先用心给大家看一下 我点channel2是这个标题 我们要的是 它这个容器隐藏 或者显示的时候 处罚世界 应该是容器 所以容器的话channel2对应的容器是 这个channeldemo02 把它ctrlc一下 给容器加个世界 ctrls 用心一下 点它 还没有变 可能是这个选中这是jql的对象 对象的话我不这样设的 jql提供了一个方法叫html 就是给这个对象设html的一个方式 好 运行一下 再看一次 我点一个 点栏目2 这样的话栏目2就展开 就处罚了 就是当它 当这个claps写示的时候 就处罚了一个世界 处罚世界 我就雕用了什么呢 把它内容改成了栏目2展开了 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世界呢 前面也讲过很多 那折点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好